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百三十集 这几日 我觉得身上都快养出虫来了 连去园子里多坐一会儿 嫂嫂都不肯了 小婶氏大吐苦水 明蓝细细端详她 只见她面色圆润 气色甚好 就是一脸无聊 小婶氏压低身影 我觉得嫂嫂也是太小心了 当年皇上还在翻时 我见过那儿的妇人 肚子老大了 还到处跑呢 不照样伸出活蹦乱跳的娃娃来 还有二三挺的告命妇人 快临盆前半个月 还在游园呢 偏心成规矩多 明蓝正色教训 人家夫人出门 游园 都规规矩矩的 端奏吃茶 你是胡孙头的胎 一出了正门 难老实得了 你嫂嫂 这是摸清了你的秉性呢 这话倒也有七八分针 小婶氏叹了口气 明蓝瞧她傲嗓的样子有趣 伸手指点她的额头 打去道 你且老实待着吧 何况这肚里的孩儿又不是你一人的 哪容易是性子 小婶氏粉艳微红 小声道 我晓得 为了这孩儿 相公也是 明蓝顾作惊恶 我是说你婆婆和嫂嫂 为了你们有孕 拜了多少菩萨 念了多少经 又许了多少香油钱 你想到哪里去了 嗯 不过 小镇将军 也的确出力不少 小婶氏修不可疑 向明蓝丢了一个软垫 又想扑过去 掐她的嘴 明蓝连连叨扰 别动 别动 你如今可金贵着 她掉了根头发丝 我就是剃成个秃子 怕也还不起 小婶氏拿她没办法 又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抖着手指 你 你 郑导夫人在外头 听见里面的笑脑 微笑着摇摇头 迈不进来道 你们俩多大了 我才出去了半课 也能玩成这样 说什么坏话呢 还把左右都摒退了 小婶氏连忙坐好 不敢乱动 明蓝见郑夫人身后 跟着一位中年妇人 便温和地问道 嫂嫂 这位是 郑导夫人指着那妇人 这是我梁娇表姐 早年是在外地的 如今儿女都在京城落了户 便接了他们劳两口来享福 小婶氏 似是认识的 笑着叫了声表姐 却并未起身 明蓝点了点头 笑着连声道 快请坐 再有势笔来奉茶 那表姐穿戴并不起眼 长相甚至还有些吐气 但举止到落落大方 毫不露怯 嗓门也不小 瞧着话说的 你们是富贵人 我是乡下人 小婶人家那点子朗档 在几位贵人眼里还不够笑话的呢 郑大夫人似乎并不讨厌这位表姐 还十分和气道 不论大户小户 对父母的孝心才是首要的 表姐的儿女都孝顺 再有福气不过了 表姐咧嘴笑道 这倒是 几个小子都还算有良心 没忘了爹娘吃的苦 便是几个女婿 也是孝顺的 这不 我才来替他们跑这趟腿 明蓝注意到 他身边地上放了个小竹篮 盖头撇在一边 里头露出好几十枚红袋 郑大夫人转头笑道 这阵子 他们齐家是攒足了福气 老国公几月前 刚得了一对龙凤胎三笋 前几日过了古西大寿 如今族卿又天丁尽口了 看明蓝一脸迷茫 又补充道 我这表姐的闺女 嫁了国公府的庞支 明蓝一听齐国公府 顿时眉头跳了一跳 脸上笑道 真是恭喜了 心里怯道 大家族的庞支和大家族的一表三千里联姻 倒是门当户对 小婶是连忙追问 你姐生了 是男是女 表姐阔阔的面庞上 满是笑容 是个歌儿 足有七斤六两 沉得很 小护人家没什么好东西 送些红蛋来 小夫人吃了 回头饱准也能生个大胖小子 这话 小婶是最爱听 应固着害羞 不敢接话 镇大夫人替她道谢 亏表姐这么记得 你们家儿孙满堂 能沾沾这多子多福的喜气 可不是好吗 又回头 朝明蓝道 你别光笑 今儿我借花献佛 回头 你也拿几个去 灵兰意识错愕 小婶是赶紧抓住机会 生一个就想交差吗 赶紧回去多生几个 众人一起大笑 郑大夫人又对那表姐道了一番谢 表姐笑道 大夫人啊 快别说了 几个红蛋值什么钱呢 要说呀 还是多亏了您 不然 观铃两口子才有今日 带出了月子 他们亲自来给夫人叩头 正当夫人微微一笑 是你女婿自己争气 我当不得什么 便是他那小兄弟思明 听说也很得先生夸奖的 灵兰心中一动 冲口而出 观铃 思明 见他们微惊的目光看来 他连忙遮掩地笑道 啊 前几日去吃齐家的瘦酒 老国公的尊孙仿佛也叫什么名的 小婶氏指着他笑道 你这人 自己名字里有个名字 便不许他人也叫这名吗 明兰一阵尴尬 正当夫人笑了笑 并不以为意 还柔深解释 你不是经理大的 不知道这个 他们齐家原来是一代单名 一代双名牌的 到了如今这份 便是该双名名字本 回头又笑着小婶氏道 你也是外头大了 又知道什么了 已知半解 便爱卖弄 小婶是淘气的 冲长嫂笑笑 屋里众人还在说笑 明兰也努力跟着搭话 可心中却是万丈波涛 齐恒儿女名字中的那个名字 和自己根本没有关系 这件事 他不知道 绅士是知道的 他是故意的 自己被阴了 绅士的日子并不坏 唯一美中不足的 不过是丈夫的心不在他身上 他自己不痛快 也不想让别人痛快 他说那么一番话 非但无中生有 且难抓把柄 他若自己知道内情 还能抵挡一二 偏自己全顾之起家的牌背 兼着心虚 便一脚踏了进去 说到底 绅士只是想叫明兰知道 他很憋屈 顺带让明兰也憋屈一把 好一个清风拂面 端庄大方的其绅士 他算认识了 可接下来 另一个疑问也浮上水面 一个更大更麻烦的疑问 直到吃晚饭 明兰还在正正的看顾婷燕 偷疼这个问题 由此出神众 顾婷燕是京城长大的 连河东府的陈年典故都知道 岂会不知其家的牌背 既然其和儿女名字中的名字并非因为自己 那他为什么生气 难道是玉子和汉子 合起来像遗憾二字的谐音 不对 比如今日碰上的表姐 她的女婿两兄弟 一个叫官明 一个叫思明 难道是为了看自己 思念自己 而他们的老爹给儿子们起这个名字 难道也和自己青雷竹马呢 既然其家牌背中有名这个字 便避免不了类似含义 顾婷燕是豁达之人 不至于心胸狭窄到这个地步 明兰只觉 他并非因为名字之事 而跟自己赌气 思绪乱走之间 明兰突然发现自己冤枉了齐恒 难道要齐恒为了避嫌 非得给自己儿女许名叫聪明 发明什么的 才算撇清 阿弥陀佛 希望她继续保持脑袋清楚 可千万别给孩子们感应滋养 顾婷燕觉着 今日吃饭 明兰特别的安静 似乎魂不守舍 脸上一会儿苦苦思索 一会儿皱眉油矣 表情十分纠结 并且光吃白饭 也不知在想什么 她颇觉有趣 伸手点向她唇角的范粒 微笑道 想什么呢 饭也不好好吃 明兰心醒 发觉自己面前的范粒掉了一地 很是不好意思 不是 是 这话题怎么说呢 貌似 也没什么可说的 随即她摇摇头 没想什么 侯爷 今日这甲鱼汤极好 你多喝一碗吧 顾婷燕的笑语 一点一点的慢慢脸去 她永远都是这样 云小用法时间 两人默默无言 刚吃完 外头便有人来抱 却是气喘吁吁的二门王婆子 她站在外头 抱说是四老爷不太好了 叫赶紧去看看 夫妻俩 面面相去 又怎么了 方总赶紧去四老太爷宅邸 却见五老太爷及平敌夫妇俩已坐在屋中 正和神似茫然的四老太太说话 顾婷燕 邪明兰 上前见礼 并未来迟而告罪 五老太爷缓缓摆手 神态慈合 我们住得近 自然是来得快些 你们也算早了 先进去见您四叔吧 仙大太太引他们进礼物去 顾婷燕 另几个丫鬟婆子正在床边服侍汤药 见明兰和田业来了 便微微侧身而战 不住地哀神叹气 大夫说了 姓名是无碍了 但却风瘫了 如今非凡不能动弹 连话也不得说了 说到这里 身影哽咽了 宁兰探头去看 见四老太爷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双目半开半闭 仿佛既睁不开也闭不上 四肢僵硬 面部扭曲 嘴角歪斜成一个奇怪的角度 未进去一勺汤药倒要露出一半来 这种情形也没什么好说的 宁兰说了几句 四叔父你好好养病之类的废话 顾体验面无表情地意思了两个同一句 然后二人便与宣大太太退了出来 在中厅坐定了 众人开始叙话 顾体验先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好地怎么说倒下就倒下了 很简单的问题 亭宣却直直呜呜了半天 是今儿下午来了风险 说二弟在西北就会出漏子了 弟听就急得病倒了 明兰转头去看宣大太太 年后大嫂子不是才说 禀兄弟出了些小披露吗 这是同一回事吗 莫非那儿的衙门还不肯罢休 仙大太太连连苦笑 唉 是两回事 原先那桩 已差不多打点好了 谁知二弟也太不消停了 身上还没干净了 又惹是非 说是夜里与人真闹 家人打死了 二弟也叫打断了一条腿 旧张未清 心张又来 大死的那人还是良极 同灵老了 说是这辈子 不叫二弟会来 明兰默默转回头来 这时禀二太太 开始从低音抽烟到高营 冲着吴老太爷哭哭啼啼道 我早说过 西北地方荒无凶险 人也大多凶恶 你只二老是巴交的 若非被欺负得很难 总会与人斩指 他话还没说完 顾田叶便打断道 丙二哥是住在流放所里的 一使了银子打点人脉 日常连劳作也不用 一时等军有小字谱一打点 便是白日闲了出去逛逛 夜里也该回去了 怎么夜里打死了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